大公報 各界讚揚兩離任局長貢獻良多 2015年7月22日要問A03大公報信 記者公學名報導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貴昨日離任 本港各界讚揚兩人多年來盡心盡力服務特區政府和市民貢獻良多 由此分別接替兩人的劉剛化及張雲正有豐富的相關經驗 相信能夠升任局長的職位 不偏不倚 盡心盡力服務市民行政會議成員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建峰表示 曾德成和鄧國貴多年來盡心盡力服務特區政府和市民 對國家 對香港和社會各界皆有貢獻 而兩人以分別就離任一事發出聲明 希望外界給予兩人空間 林建峰又認為 劉剛華和張雲正都市接任局長的合適人選 其中劉剛華具有豐富的議會及直選經驗 並增擔任行會成員 政治力練全面 張雲正增在多個部門工作 作風實幹 相信他有能力帶領公務員事務局 他期望兩人未來都能夠因應各式轉變 與各界積極溝通和聯絡 行政會議成員 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讚揚接替鄧國貴出任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張雲正 認為他年輕 有幹勁 至於由淑民建聯的劉剛華接替曾德成 會否擔心團體申請政府資源時或出現偏頗 他認為有顧類事可以理解 但問責局長做事應跨越黨派利益 相信議會及傳媒都會密切監察 不容易做出不乎公眾利益的事 立法會主席曾玉成表示 事前不知道有關變動 對此感到傻意 曾玉成表示 早前曾經聽弟弟曾德成說自己是問責官員中年紀最大的一位 但沒有聽曾德成說過有壓力或不開心 相信他很樂意卸下職務 對於兩位即將上任的局長 曾玉成表示他們都是高層官員 有豐富經驗 相信他們接任沒有問題 曾玉成又不認為出現跳船潮 因為政府團隊中 整體很穩定 人事變動不會影響行之有效的方針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說 對兩名局長離任沒有感到好突然 因為早聽聞曾德成有意退休 而鄧國威因不能預見的家庭理由離職 亦是無可奈何 葉國謙認為 兩名局長同時離任 短時間內或對政府工作造成一點影響 但因為政策局下也有不同的政務官及公務員協助 相信整體來說不會有大影響 他認為劉剛華參政以政經驗豐富 了解地區事務 能升人民政事務局局長一職 他相信任何人當上問責局長 都會按公平公正原則工作 不會因為局長的背景而有影響 官員調動正常合適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大贊 曾德成及鄧國威在任時表現很好 他表示官員時不時換人非大時 形容兩人都到了一定年紀 事適當時後讓新人上任 認為新面孔新作風對香港可能是好事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文宇表示 兩位問責官員調動是正常和合適的 顏民與相信特區政府對香港未來的施政方向是不會有改變的 劉局長在長期地區工作經驗 了解地區的需要及面對困難 處理民政事務是合適人選 將局長更是長期以來在公務員隊伍工作 對紀律部隊的訴求更是最清楚不過